上个月我们做了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李世民 在视频的最后我们说 现在同样也有一些质疑李世民的声音 其中最容易被拿出来说的有三点 第一个是他发动玄武门之变 杀了自己的亲哥哥和亲弟弟 第二个是说他篡改史料抹杀李建成的功劳 最后一个就是说他在位期间曾向突厥妥协牵了畏水之盟 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就来看一下 李世民到底是个会演戏的跪着手 还是一个开创盛世的天可汗呢 先说建国前的功劳 我们上期讲过617年 因为隋朝将领曲都通镇守在同关 李渊在河东分兵 他让建成带人屯永丰仓守同关 让李世民向西攻占京阳云阳武功等地 从当时的角度看 这个决策其实是合理的 大儿子天然的肩负继承人使命 坐镇后方更安稳 二儿子勇武善战可以负责开疆拓土 成功了固然好 即便出事也没伤到根基 我李渊别的没有就是儿子多 起兵之前他共有五个儿子 其中老三悬霸很遗憾 15岁时就挂了 老五志云更遗憾 小时候擅长射箭书法下棋 但因为起兵前在河东没跑掉 被隋朝军队抓住杀死 可能是为了弥补战事人丁短缺 也可能是为了释放压力 从618年到621年 趁着李世民在外征战大战雄风的时候 李渊也在大本营大战雄风 先后为老李家带来了 六子袁警 七子袁昌 八子袁亨 九子袁芳 十子袁李 十一子袁家 十二子袁德 十三子袁仪 十四子袁鬼 等九个儿子和至少六个闺女 以至于给人一种错觉 李世民每在外干死一路返王 回家都能多一个弟弟 跟李渊相比 李建成干的事情就更多一些 六百二十年 刘武州向北逃到了突厥人那里 他就前往蒲州镇守 以防不测 六百二十一年 富州有数万胡人部落集结骚乱 他奉命讨伐 一战就把这些胡人击败 斩首数百 俘获一千多人 六百二十二年 被唐军击败的刘黑榻 也逃到了突厥 并且和突厥人联手 向南袭击定州 东延州 苍州等地 李渊先后派唐侄子李道玄 四子李渊及出征 但这俩人都拉了夸 一个战死 一个战败 面对这种情况 李建成的幕僚 王规和魏征表示 机会来了 他们跟李建成商量 您看啊 李世民这些年大杀四方 跟他一比 您这个太子 这几年竟在后方擦屁股 咱总不能学刘皇叔 我二帝天下无敌 现在 刘黑榻虽然赢了两场 但他长途作战 您带一批生力军过去 那正好摘桃子 还可以截山东英军 笼络人才 像这样杀敌一立功招人 一剑三连 一举三得呀 李建成听了他俩的建议 向李渊请求出战 可能是为了平衡俩儿子功劳 李渊很快派他 简阅教列大军 风风光光的出征 李建成也不负所望 在魏州灭了刘黑塔 同样在这一年七月 突厥协力可汗 亲自带兵南下 侵犯朔州 或许是为了让哥俩 重拾当年并肩作战的兄弟情 李渊又派李建成和李世民 一块驻军兵州 以上这些功劳苦劳 都明明白白的写在旧堂书里面 如果这叫抹杀 那么李世民干的 是不是太不彻底了 即便没把他编排成个窝囊费 也别保留那两次大胜 图什么许的呢 对于改使抹杀 更大的挑战 还是来自玄武门之边 旧堂书是这样写的 政变那天 李建成李源吉 来到灵狐殿 感觉到情况不对 想立马赶回东宫 就在这时 李世民抓住时机 亲手弯弓搭剑 简程应闲而毙 李源吉 则重流石而走 欲持尽得杀之 这就是清楚的昭告天下 我亲手射死了我哥哥 本来还想杀李源吉 但被御时尽得抢了人头 这就很奇怪了 如果改使是为了隐瞒杀清歌的真相 那干脆写成是部下干的 自己迫于无奈才黄袍加身 不行吗 如果是要展示自己的勇武 干脆写成我剑法超神 把兄弟俩都宰了 那不香吗 更何况 李源吉一贯上窜下跳 挑拨李建 由李世民亲自射杀这个顽劣不堪的弟弟 再把哥哥李建成这个烫手的山芋 交由部下误杀 不更能洗白吗 现在这样又是图什么许的呢 这就不得不让我们怀疑 所谓李世民改使抹杀有依据吗 如果有史料来源又是什么呢 为此我们查证了一下 它主要来自两部史书 第一本是记载了唐代各项制度变迁的唐慧耀 这本书中的史观杂记是这样写的 贞观年间李世民找到了负责编修国史的房玄林 就问他为啥历代帝王不能看国史呢 房玄林回答说 那是因为史观无论好坏都得记录在这里面 恐怕会有违背皇帝心意的事 所以为了真实还是不让皇帝看 李世民不同意 坚决想看 还说朕善于纳贱 所以如果真有啥干的不好的 正好引以为戒嘛 结果求生欲极强的房玄林 删略国史 呈上了一本精修版 李世民拿到后 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春秋笔法 他跟房玄林说 我杀兄弟就像当初周公杀管书菜书 是为了安定设计造福老百姓 所以史家记录的时候 有啥必要隐瞒呢 赶紧改回去 直不愣登的有啥写啥就行 这话的意思很明白了 我发动玄武门之变 是对国家设计百姓有好处的 所以非但没必要隐瞒 还得写清楚 让更多人知道这场政变的伟大意义 为什么李世民有底气这么说呢 我们在这期视频的后半部分 会专门解释 等到六百四十三年 高祖十路编写完成 李世民就下旨 并赐皇太子及诸王各一部 经官三平以上 遇写者一听 相当于在李家皇族和高级干部里传了个遍 第二本书 还是九堂书 在楚隋良传里面是这样写的 他在负责撰写起居住的时候 李世民问他 能不能先拿给朕康康啊 这起居住 就是把皇帝每天经历的事情 无论大小好坏 统统记录保存下来的文献 后面的朝代在修史的时候 都会以前朝的起居住为蓝本 楚隋良回答道 啥 帝王要亲自看起居住 没听说过 李世民接着问 那如果朕有做的不好的地方 你也记录吗 普通人被李世民这么一问啊 恐怕都吓尿了 但贞观一朝的文臣那是真的顶 楚隋良直接回答 这是臣职责所在 我什么都记 旁边的皇门侍郎刘继听到这话 担心李世民下一句就是 你知道的太多了 赶紧过来打圆场 说哪怕他不记录 只要历史上发生过的事 这天下人总会记得的 李世民一听 觉得有道理 然后这篇就翻过去了 楚隋良也没遭到任何打击报复 从上面我们的查证来看 唐辉耀告诉我们 李世民非但没隐瞒 还让人照实记录玄武门之变 旧唐书则告诉我们 李世民非但没改掉起居住 还把想改的意图给留下了 所以李建成从静阳起兵 到玄武门之前的功劳都给留下了 甚至在高祖实录里 还保留了对他性颇仁厚的记载 虽然这些历史记录确实有美化李世民的成分 但真要说他改时抹杀李建成的功劳 那后世某位爱盖章爱巡游 更爱销毁书籍的十全老人 恐怕都要笑出花儿来了 既然李世民大大方方的承认了自己 世兄杀地 还逼迫老父亲上位 那是不是说明李世民在谋取权力方面 向一些人说的是隋扬第二点零呢 关于这种说法 我想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 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 如果你有不同的意见 也可以在评论区和大家一起讨论 我个人认为 最核心的问题是 玄武门之变 真的只是兄弟争夺太子之位吗 我们之前在讲杨广的时候说过 他设计一步步除掉哥哥杨勇 很显然是为了太子之位 如果不是后来跟宣华夫人的密接 被老爹杨坚给发现了 那他可能还会在太子之位上踏实的多做几 和杨广相比 李世民的行动就很奇怪了 在除掉太子后 立刻写字呼啦的跑去找李渊 先是获得太子之位 俩月不到就又让李渊善位给自己 如果仅仅是兄弟之争 那么他和玉池静德 分头处理了建成原籍之后 就已经实现了权力目标 为何那么着急称帝呢 其实史书上说的很清楚 只不过我们很多时候没仔细读 在旧堂书第66卷房玄林传中是这样写的 早在几个月前 李世民应邀到李建成那里吃饭 回来以后中毒吐血 天策府中的人都非常害怕 那时候房玄林就跟李世民最幸运的小舅子 长孙无忌挑明了 说双方嫌隙已成祸机将发 一旦发生动乱 就不仅仅是朝廷内部的问题了 而是帝国政权又要陷入分裂 所以不如按我的计策来 这样内外都能安定 还不用违背孝道 这话什么意思呢 我来翻一翻呀 在中毒事件发生前 李世民最完整的头衔是天策上将 太尉 司徒 中书令 陕东到大刑台 一周到刑台上书令 雍州墓梁州总管 领左右十二位大将军 上祝国秦王 位在王宫上 这么常不好理解 没关系 我们分开来说 先说地方职务 陕东道是唐初为了平定王世冲 而设立的临时区划 大刑台就是战区最高 军事行政长官 同样的 一周到刑台上书令 赋予了他四川的行政权 雍州是隋代的京兆郡 下辖有京阳 云阳 武功 万年 长安 蓝田 魏南等二十多县 所以在名义上 长安地区也归他管 梁州总管是延续了隋代的官制 管理着梁瓜 伊西甘肃 兰山等十四个州 辖区从今天的甘肃 一直向西延伸 所以光是这三个头衔 就表明他至少在名义上 能控制京畿 陵西 河南 四川等地 再说中央职务 上驻国 是薰乙 说明李世民战斗功勋 卓助 可享受正二品待遇 太尉 司徒 正一品 算上司公 就是唐初的三公 现在李世民一个人就占了俩 中书令 是中书省长官 负责着政务决策与发布 临左右十二位大将军 也是延续了隋代官制 每一位都有个正三品的将军统帅 分别负责 恭敬素伟 巡警 遗仗 而这十二个人 全都归李世民统领 其实天策上将 并不是一个官制 而是家号 看起来没啥用 但给予了李世民最为强大的权限 开辅 他能建立一套合法的 属于自己的政治军事文化决策班子 也就是著名的天策府 在天策府中 也确实集结了大批来自关东各大世家豪门的精英 以及在隋末唐初战争中崛起的优秀将领 说他是小朝廷也不过分 以此为基础 秦王李世民的地位 可以实打实的压过除了他父亲和哥哥以外的所有皇族王公 如果把这些头衔连起来看 那此刻在你面前的是大唐最高军事司法长官 皇城至高守护者 国家政策传令人 帝国特级战斗英雄 开国文武的精神领袖 天策府 画室大佬 诸王之王 李世民 更恐怖的是 如果说历史上其他人拿类似头衔得靠授予 那李世民的这些头衔 基本上是靠军功实打实换来的 跟李世民相比 李建成真的只是个太子 李渊也只是个皇帝 所以我们很容易就能明白 为什么战争刚结束 李渊就急吼吼的开始调整权力格局 听信李渊急告状 漠视李世民中毒 到最后 李渊还亲自下场 把房玄陵杜如慧等一批文武骨干 从天策府调出来 不许他们和李世民见面 说白了 截止626年 李世民过于喧赫的军功 庞大的权力 引发了李渊 李建成和李渊急的共同忌惮 虽然他们的做法不太一样 但在削弱秦王与天策府这事上 有着基础的公式 用我们在历史的天空系列中 讲过的海盗分晶模型 代入一下 就是李世民成为了帝国权力序列中 最有力量的二号位 那么他与一号位李渊之间 就难免产生结构性的矛盾 如果这种矛盾爆发 那将是父子彻底反目 帝国名义上的皇帝 和实际上的军政领袖之间 发生最激烈的碰撞 现在你明白房玄龄说的 嫌隙存乎于哪两方之间了吧 你懂他为什么要说 变端一座大乱壁星 非之祸及辅巢 正空轻微社稷了吗 你知道为什么我要问 玄武门之变真的只是兄弟争太子之位了吗 如果你知道了 可以把懂了打在公屏上 而房玄龄之所以能被称为房谋 不仅在于他察觉了事情发展下去 父子俩早晚要翻脸 还在于他给出的方案 通过效仿周公 朱砂管书菜书 把残酷的权力迭代 控制在一个相对较小的范围内 这样既避免国家分裂 又不损害孝道 简单来说 就是与其直接跟李渊对抗 不如除掉建成原籍 然后迫使李渊善让 这样可以避免彻底兵戎相近 这也是为什么 等到贞观年间 李世民会再拿西周公朱管菜 而周世安来提醒房玄龄 先生你可还记得 这是拟定的计策 相较于父子残杀 为天下耻笑 国家分裂 让万民再遭战火 我们这么做 是安社纪 李万人 为何不能直说 说非但要说 还要大胆的说 一级改学直书其事 写下来 我要让所有王公大臣 都知道这场政变的真正意义 当然 无论大家是不是赞同 我上面提供的这种角度 我们都得承认 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 杀了兄弟 以及很多侄子 如李建成的五个儿子 承道承德 承训 承名承义 李元吉的五个儿子 承业 承拦 承奖 承育 承度 其中 年纪最小的 可能才两三岁 在史书上 斩草除根 只是四个字 落到现实中 就是滚滚人头 鼓鼓鲜血 但是 建成元吉的女儿们 都好端端的活着 到了征观年间 李世民还给安排了婚姻 许配的 也大都是名门 如果大家对老李家姑娘们的婚姻感兴趣 欢迎在弹幕里打个安排 咱们以后出一期番外篇来聊聊 除了侄女们 李世民也对嫂子和弟媳照顾有加 大嫂郑观音 出生 行阳正式 根据他死后目制的内容记载 正是在玄武门之变后 一直独居 养育自己的女儿 直到五十年后 也就是六七六年去世 那时天皇李治都已经四十八岁了 再说弟妹 此女姓杨 大家不用猜也知道 她出身洪农杨氏 大概可以管隋阳帝杨广 叫唐叔祖 李世民既然是杨广的表侄子 又纳了杨广的女儿为妃 所以也算这位弟妹的远房表叔兼唐姑父 那本着亲上加亲就要轻轻的原则 到贞观中期 李世民也把他收入后宫 并生下一子 封为曹王 然后过继给李源吉当儿子 一来一去呢 成功让九泉之下的弟弟化身牛头人 至少没绝死